他不分彩的话会导致挤压周围他队伍的一些选点 是的 哦 郁郁先被打下来 车胎被打掉了 赶紧倒车 郊阳半血只能退回防区啊 这个时候要有掩体 但这个位置的话目前是自己一个人 队友匆匆正在拉右边的一个高坡的位置 大了 郊阳 匆匆赶紧来围长边 哎呦 匆匆过来 直接脸朝灰灰 灰灰又打一个 萨萨这个角度感觉也要出事啊 被围点打圆了 好的 一波刷屏I7带走天路 天路确实目前在这一周 确实背后的话最多两个队伍啊 一个天吧 一会儿还有DT 也可能从西边这边高点背景看一下 来了 ACG找了很久 这个竞圈的路线 但最终哪边都有人啊 打了个一换一 而且马路中间的队友 马东西是直接被补掉了 小北远点把灰灰也可以了 看到这个信息以后看一下 ACG直接往前冲 打架的欲望很强 依旧是选择要 再往圈中心的方向去挤一挤 去拿欧洲山 我感觉他应该站在山头 是啊 就是 XCG头顶上那个山头 Summer一辆车到赶紧掉个头 想回去吗 这是没杀住车吧 没杀住车 对 阿同步那个车速太快又是一个下坡 掉不了头了 它坏了夏天你怎么转弯了 那咋办嘛 对面三个人兄弟 你不是不止 先看着自己对这个指挥的车往前追 追完了以后发现不行了 前面的车走了 掉头转走了 再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是 来不及了 然后被淘汰 不倒拖一会就有机会能找角度 让GFR顶到近点围墙的话 可能情况不一样 Summer被放倒了 直接补 可以 这个架得很死啊 是的 这就是侧翼苏九的一个强线 脚底下 我现在压力又小了一点 对于时期来讲 对方人员只有两个 911的血量不是很多 一波急火雷 扔的都稍微有点远了 是 在坡上的一个位置 要刚打起来 小心一点 对方在 炸烟 哎呦 两个假脚枪线 还好 顶住 是的 但这一波说实话 王鹏的把第一个人的这个效率 稍微慢了一点点 有很多枪是打到这个锅上边了 是的 不过那种位置确实也没有办法 对 星星你看 这里打起来了 我丢个雷吧 丢完了 两个人 一人抱一个 哎 哎 这个位置 一锁子要按到底 完了 他不知道这后面有个毒狼往右侧来了 这想不到啊 居然屁股后面还有一个毒狼 是的 因为这个毒狼的信息 New Happy是最熟的 就是New Happy 把他们打成一个毒狼的 小五好冤 哈哈哈哈 不把我抱进房间 哎呀 房间里多安全 下次就有这个教训了 吸取教训 想不到 是的 这波确实是没想到 这下次没有人 我跟你讲 下一次肯定 你看他一定是抱到房间里 对 有原体 抱原体 嗯 我这里的话 天霸和DDT啊 经典的一波交火 林树还在原点 今年就只剩下了一个 唐导儿 哦 打两个唐DDT 蓝圈来了 119不想跟你话 但是原点看你出枪 直接淘汰掉了DDT 是的 再打 看一下竞点 幻神先把菠菜放倒 原点小鬼的出枪 干扰了这一波竞点作战 而且菠菜这个位置扶不了啊 倒在楼里边了 是 一个人 KRG也依旧是一个 两个反正是在僵持住的 哇 他直接顶到围墙边上了 来了 但是背部 加上TMA的枪线给的压力很大 侧翼还有明明的出枪 速球直接被放倒 两个人短命相接 哎呦呦呗 好多子弹打过来 对方已经缓过神了 暂时没有打起来 反而是让17 马路上也有人 而且马路对面还有一对 K掉一个以后 要直接冲过去吗 有没有车 有没有动车 这个位置还不在圈的 XCG 晃晃的没有冲到点 架了个边缘车阵 先防后面的XLG 冯冯直接在车上被打了下来 看你那边在绕蓝圈 圈边上 要往坡上面去打 看看12月的发挥 冯冯直接被打掉 哇塞 XCG直接淘汰掉了XLG 上一局决赛圈 会师的队系啊 是的 他直接把车 混在这个边上 先防一手 屁股后面来的人 怎么这蓝圈外面 还有个人啊 XG一下 有个厕所 就是看他去不去的了了 就SMS左边那个厕所的位置 但那个位置也就仅限在那 好险 SMS看一个 看一个人过来的话 可能对吧 早晚给你拔了 哇 哇 吓我一跳 是的 他那个位置 刚刚是补掉了12月 是 主要是那个信息条一 加上那个镜头很像 他又打了一个是吧 诶 小藤刚刚是拿的Emo Peek Forever拉到近点 双方都各换一颗雷 是的 这条马路有机会清完 嗯 SMS暂时是拉不出来的 自己的背后全是队友的枪线 自己只要打赢就有机会 但是天天的出枪 Forever直接被放倒了 这颗雷炸倒了天地 对 宁甲在厕所也直接被打掉 炸得刚刚好 啊 龙仔也补上伤害 可以有 是探出头了 探到这个斜坡来了 嗯 他左侧的 天霸独狼直接被清掉了啊 敢这么去拉 我一瞬之间 New Happy的刷屏信息又出来了 KRG 遭大众 直接被淘汰 SMS SMS开始了 拉出来之后 Pero的AZ被放倒 天天也直接被打掉 嗯 Pero那个面包房被刷出来以后 确实 想进去的话 还是要找点角度的 主要是边上 像 直接丢火 三个火 龙子全又把天天给放倒 这火进去烧到了吗 没有 没有 这个火烧到了 有了 OK 赶紧贴反坡 这一波只要贴了反坡之后 SMS的动作就不会那么大了 是的 感觉SMS这里可能要打 他现在很尴尬 SMS 他去圈内没点位才 要么就去 利用这 这时间又活过去 来了 丢雷了 打了一波急火 龙宗拳 打掉了玄子 但玄子这颗雷 将Cobra给炸倒 这个坑太容易吃了 赶紧躲雷 是的 还好 这个雷 距离稍微近了一些 啊 但是旁边又有 Pyro的投资物 小左一颗手雷 打到一个淘灾分 是的 还炸到一个 大声音来了呀 一颗雷 哎呦 这 把车弹起来 露露 昏了 两个 两个私血 两个私血 打闪要冲了 后面的 VAM也是直接拉上来 把TMA先给淘汰 出局 某某K分啊 某某K分 十个淘汰了 目前已经 还能再继续K吗 有没有啊 边上能不能看到 SMS的一个侧身 两个人的对枪 马云龙直接被放倒 但长龙的出枪 尼尔也直接被打掉 是一把双决打中了 爆了一个大残 但是这个过点也太夸张了 不过好在是双拳男帝四手 对面人多一个 他现在只剩一个人了 富安门没有管 他现在因为 没人去管 SMS 没人去管 因为富安门的 这个燃眉之击 就是经典的 New Happy战队 是的 先丢雷 哎呦 New Happy的道具可太多了 但是这颗雷 龙中军一雷双响 周平言和男男直接被炸倒 换成这个投资物 二位也被直接放倒 那今天是一个二打二 看一下血量不多了 现在二位 Forever 上面给了个闪 Forever 站起来直接一拨前压 一瞬之间 New Happy直接被淘汰出局了 15个淘汰 这个时候SMS人救起来了 我不给对 我就打你过点 我就露露头 对吧 我拿个双军 一枪一枪打 打两枪这么重 选择把二位先放倒 是的 25秒钟 过点确实不好打 不好过 就剩龙中军一个人了 是的 这把妹控 还能够创造奇迹吗 不在圈 不在圈 本来想留点悬念 但是确实因为 龙中军那个位置不在圈 是 而且小拳子在决赛圈的这个双军 其实命中率挺高的 对 干脆不给分了 不给分 OK 也是恭喜SMS在本局上